中国假期哦 今天我们的气象主播戴力刚刚一直说天气好天气好 大家可以出去走走去哪里呢 可以去自行车展 我们又拍到一些好夯的脚踏车哦 这个戴这个来多种 这个现在目前11 11公斤 一把背起这辆超级折铁脚踏车 这位大哥兴奋极了 自行车展虽然已经进行了好几天 但是最新科技脚踏车还是让民众大呼过瘾 像是这辆太阳能锋利脚踏车 可以利用太阳能板和锋利辅助发电 脚踏车可以成为电动车 或是这部组合式脚踏车 可以变换三种不同的坐姿 想要躺着坐着趴着骑随便你 或是这辆拆卸式脚踏车 坐垫支架巧一下就可以变成大锁 很特别吧 更酷的是这些作品全都是咱们台湾人设计的 我们三选出大概以国内设计师为主的设计的概念 我们把它打成这样的一个实车 那这个实车我们希望能够在一年之内 进而将这个技术推广或移转到给厂商 然后将这个产品拿到尽快的商品化 不要认为这些车子只是设计阶段的作品 几个月后即将量产了 只是价格不太便宜 以这辆太阳能脚踏车来说 未来价格至少要四万块一步 这辆变换坐姿的脚踏车也要六万元 但是对于单车玩家来说 只要是新科技又有创意 钱应该不是问题 专讯人张旭成方台报道